原春文才先生演讲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中国民主党的党员 在中国和美国的大使馆前 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武装警察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肆屠杀 要求民主革命的学生和民众 以至来纪念1989年6月4日 失去保费生命的学生和民众 请大家和我一起高呼 反对暴政 平反六四 六四英零 永垂不朽 1989年6月3日 晚至四日凌晨 为了镇压要求民主革命的学生和民众 中国共产党 动用了军队和武装警察 使用坦克车 装甲车 碾压学生和民众们的躯体 用机关墙扫射学生和民众的胸膛 用刺刀捅向学生和民众的步枪 北京城内 等使鲜血横流 杀满整局 干脑徒弟 众多的新闻报道和事实证明 充分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残暴本性 和令人发指的中国共产党法西式行为 但是六四的学生们和北军市民们 并没有被淫威所吓倒和吓退 他们仍然在用他们的手臂和躯体 阻挡着坦克车和装甲车的前进 用胸膛顶住了军警的刺刀 手中并无寸铁 胸膛领安正气 心念毫不畏死 奈何于死俱日 请大家和我一起高呼 生长正义 生长正义 血在血缓 生长正义 生长正义 血在血缓 血在血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3月23日 在莫斯科演讲时说 血缓合不合脚 自己穿着才知道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 合不合适 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 才最有发源权 又是民运 代表着国家的命运 我们中国民主党 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 中国民主党应该对中国的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有发源权 我们认为 又是平凡 招雪于民 又是新手 神志于法 又是民运 国庆民运 请大家和我一起高呼 反对独裁 反对独裁 还政于民 民主忘税 民主忘税 自由忘税 自由忘税 世界上有许多的富国 大国和强国 这些国家都是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 使他们走上了富国 大国和强国的道路 要实现中国梦 中国民主党认为 必须实行真正的彻底的中国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 宪法高于一切 军队贵国家 平等民主 自由主党 各党竞选之政 这样中国才能摆脱一党独裁和攻坚装置的命运 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国梦 走上民主自由富国大国强国的道路 谢谢大家